其實 講得嚴肅一點 一個貨幣的功能是什麼? 其實很簡單的 不是一些很難明白的事 貨幣就是說 你是一個交易的單位 會計的單位 還有儲存財富的單位 其實這位同學 你是有選擇權的 你可以去用美金也可以 可以去用日元也可以 可以去用人民幣也可以 但是問題就是 你的交易對手 肯不肯接受這些貨幣? 還是他一定要接受港幣呢? 法定貨幣就是說 你一定要接受的 但是如果你的交易對手是說 我沒有所謂的 你給人民幣我也要的 如果是有這樣的事情 慢慢慢慢發生 就是說譬如20年之後 因為香港各行各業 那個經濟的活動 都是跟內地息息相關 有很多時間 就是說大家如果是用人民幣 作為一個交易的單位 是沒有問題的 有譬如一間公司的僱主 跟那些僱員說 因為我經常都跟內地做生意 我都是收人民幣 你們消費又是內地消費 我不如出人民幣 那你作為一個僱員 你作為一個僱員 你說沒有所謂 我收人民就可以了 那也都可以的 對我來說 或者到當時的金融管理當局來說 不應該是反對的 也沒有什麼意見的 譬如再說澳門 是不是很多人在用港幣呢 沒有什麼事 也都不會對澳門的貨幣 就是匯價各方面 有什麼大的影響 其實我覺得 都是香港市民自己的選擇 到時如果真是說 大家比較想用某另外一個貨幣 去進行各方面的交易 應該是有自由去做的 那不等於香港 港元的貨幣的地位就會被動搖 也都不等於港元的貨幣的匯價 是會受影響的 我覺得 那聽其自然 用市場去決定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好的做法 而且我們現在的貨幣制度 特別我們匯率制度 是容許這些事件發生 而不牽涉一個金融危機在內的 這個過程 我希望是一個很平穩的過程 會不會有這個過程 我現在都不知道 或者二十年後 你仍然出人民幣給我 不要債了 我一定要港幣做 我的薪金要收港幣 那又繼續下去 我們金融管理當局的工作 就是說如果真的有這個過程 這個過程一定是不能夠牽涉一個金融危機的 是一個很平穩的一個過程 另外如果你們是真的想用另外一個貨幣 譬如人民幣作為一個交易單位 香港的金融基礎設施是可以完全能夠配合到的 其實用另外一個貨幣做交易單位 是需要很多東西配合的 譬如銀行那方面 那個電腦都要懂得去處理 用人民幣作為交易的 最重要的就是銀行與銀行之間 那個人民幣的劃撥 譬如你寫了一張支票給這位同事 你那張支票是人民幣的 那麼你的銀行那個結算戶口 就要減了你的那筆錢 然後就去他那個銀行那個結算戶口 加了那筆錢 然後才能夠過到數 那個這樣的同業清算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一天我們那個同業清算的額度 大到你們無可想像的 那這些要好好地能夠很平穩 這樣去做到 香港的金融基礎設施一定是要發展得好的 其實我們現在已經發展了 人民幣 港幣 美金 歐元 我們在香港都有一個所謂 即時支付的系統 一手交一手 你同步切算的 你給港幣 我給人民幣 是可以的 所以我在這方面的意見就是這樣 讓市場自己去決定 當然如果那個市場到時 仍然是很接受香港幣 或者是別的貨幣 沒問題的 謝謝